修改 改呢 這個地方本來是空的 沒有給它東西 那只是差別是說 把它改成S S是什麼呢 S是串接完的結果 把它放在那個儲存格裡面 OK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那S預設一定裡面是空的 等於沒有東西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 可以把這個地方給做出來呢? 首先第一個 S等於B欄 這個I的話 因為它預設是2 所以是B2 所以等於是 剛開始一定是B2 串接AND 什麼 C2 串接AND D2 那不就跟剛剛那個方法一樣 只是說放在哪裡呢 暫時放在S裡面 放在這裡 那後面的話呢 一幅 這個 1 2 那我剛剛是判斷 等於空字串 可是你也想說 老師那為什麼你用不等於 這個是不等於 因為等於 就不處理啊 那你剛好倒過來比較好處理啊 那你剛好倒過來比較好處理啊 你也可以寫一個等於 可是會多於L 那變成說 程式比較長啦 那這樣寫比較短 轉個彎 好 如果不等於空的 才輸出幾段 所以這個部分寫好之後 複製下來 改成什麼 F 幾項 有沒有 那不就跟剛剛的道理是一模一樣嗎 有沒有 差別只是說寫在VBA啦 應該看得懂吧 邏輯顛倒一下而已 其他都沒變嘛 邏輯也一模一樣 那可能你要花一點時間啦 反正 基本上是一樣的邏輯 然後 號的話不用 號不用判斷 所以S等於S and 幾 號 然後 幾樓 最後輸出 到什麼 S OK 那 不過最後 最後建議 這邊可能多寫一下 把S裡面的東西清空 如果你沒有清空的話 怕說裡面有一些東西 他過來 他又繼續串接 會有一些錯誤發生 所以 這邊可能多寫一個 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把它試一下 基本上如果說邏輯對了 然後也沒寫錯 直接執行 結果應該就沒有問題 輸出 看一下 應該 應該 最後我看 應該都沒有問題 OK 那這些邏輯 全部都跟 前面講的一模一樣 其實就是照著翻 反正你只要公式做得出來 你要把它變VBA 應該都是很輕而易舉的事情 但是你就是要注意一些 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那可能比較會有問題的 應該就是這個S 反正你就把S當成是 剪貼布一樣 只是因為我們剪貼布 是只能剪一個東西 不能串 但是這個剪貼布 它可以一直串 讓你一直串 讓你一直串這樣 那一直串的話呢 一定就是 S等於 S end 什麼東西 串接 所以這個邏輯 如果你可以懂的話 以後 你要串什麼東西 都不會有問題 OK 好 那這個地方我想各位試一下 那這兩段程式 也在雲端上都有 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可以到雲端上面看 因為前面有些都有寫過 所以我就不重新寫了 反正就這樣 咪咪咪 這個也是我剛剛打的 這也是直覺式的 你想得到的 這都是 所以我的那個寫法 就是